阿伟是广西人,平日下班,最爱缩上一碗螺蛳粉。 尤其到了夏天,没有胃口的时候,更是餐餐都吃重辣重盐的口味, 每次阿伟吃到汗流加倍,都会大呼过瘾。 这天,阿伟跟平日一样,到了小店要了三两粉。 刚吃了几口,阿伟就感觉到胃部传来阵阵疼痛, 一开始以为吃得太急,缓了一会儿就继续吃。 然而,没过几分钟,阿伟就从凳子上摔下来,捂着肚子,面容痛苦, 发出有气无力的呻吟。 老板娘吓了一跳,赶紧拨打120求救。 经过检查,阿伟被确诊出胃癌, 且很可能与长期吃重口味饮食有关。 医生表示,螺丝粉属于酸辣结合的食物, 过度食用会刺激消化液分泌,导致肠胃粘膜冲血、水肿。 尤其阿伟还经常吃爆辣款, 再加上酸笋为腌制食物, 富含硝酸盐,会进一步在肠胃内生成可致癌的亚硝案, 最终导致癌症的发生。 螺丝粉虽然好吃,但也不能拼了命吃, 高盐重口食物需要适量吃, 否则对身体会产生严重损害。 一、哈佛研究,吃得越咸,寿命或越短。 饮食习惯直接影响人类健康。 2022年7月,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就饮食咸口与死亡风险进行研究。 研究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期刊上, 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UK Biobac数据库中的50101379名参与者。 在平均9年的随访时间中, 研究人员发现, 食物中添加盐的频率增加, 全因过早死亡风险也随之增加。 此外,研究还发现, 在50岁的时, 与吃盐少的人相比, 吃得咸的男性预期寿命减少1.5岁, 女性减少2.28岁, 过早死亡风险增加了28%。 简单理解, 就是吃得越咸, 全因过早死亡风险越高, 寿命也越短。 然而, 此前却有一个类似的研究, 得出与哈佛这研究截然相反的结论, 吃得越咸, 寿命或越长。 这项研究也是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, 研究数据纳入全球181个国家的那摄入量, 人均寿命和死亡情况数据。 结果发现, 每日平均纳射入量每增加1克, 约等于2.5克食盐, 与预期寿命自初升起预期健康延长2.6岁, 全因死亡减少131例每10万人有关。 不过这项研究为观察性研究, 不能作为指南推荐证据, 二者看来, 似乎前者更容易让人信服。 二, 高研饮食危害多, 在爱也要控制, 根据我国的饮食习惯, 在日常饮食中非常容易食盐超标。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, 而我国居民盐摄入量居世界前列, 人均高达11克以上。 长期的高研饮食会给身体带来多种危害。 一, 损害心脑血管健康, 高纳摄入是高血压的重要诱因, 影响收缩压或舒张压的升高, 增加脑促重、 关心病、 心脑血管疾病等风险。 二, 增加患癌风险, 鱼盐的渗透压膏, 摄入过量盐, 可对胃黏膜造成直接损伤, 且这种损伤是持续性的, 可引发胃炎、 胃溃疡等。 若生活中还有吸烟、 喝酒等习惯, 更是增加了消化到癌症的发生风险。 三, 增加骨质疏松风险, 体内的盐需要肾脏排解, 而当那离开身体, 同时还会带走钙和钾离子。 若排出的钙不够用, 就会从骨骼中抢, 进而造成骨骼中的钙流失。 长期高盐饮食, 导致骨骼疏松的风险增加四倍。 四, 吃得太咸是如何影响大脑的? 以前研究表明, 颅脑神经元激活后, 所在的区域小动脉也随之被扩张, 血流量有所增加, 这在医学上称为神经血管偶合。 研究发现, 神经元活动跟大脑深层血流有一定的关联, 同时也发现颜摄入量对大脑带来的影响。 身体上有一群细胞, 专门监测血液中那水平, 摄入太多食盐时, 大脑可激活调节机制, 使得体内那水平降低。 但现在研究跟以前的研究结论相反, 急性炎负荷可增加抗力尿激素神经元放电, 此类激素的作用是维持血液中那离子浓度平衡, 进而造成血管收缩, 使得局部血流量减少。 简而言之, 下丘脑神经元被激活后, 血流量减少, 使得所在部位处于缺氧状态。 因此, 长时间摄入太多食盐, 就会刺激加加速释放神经元太活跃, 从而造成大脑过度缺氧, 以致脑组织出现不可逆的损伤。 五, 导致哮喘。 哮喘患者长时间低盐饮食能呼出大量空气, 痰液中炎症标志物也比较少, 所用的支气管扩张药物频率降低。 然而, 高盐饮食正好相反, 可能会诱发或加重哮喘。 六, 引起肾结石。 研究表明, 摄入的盐越多, 越容易出现高钙尿症, 也可能发生低聚原酸尿症, 进而促进肾结石发生发展。 既然高盐饮食有危害, 那是否可以用低内盐替代? 低内盐是在加点食盐的基础上, 添加一定量氯化钾而制成。 与普通盐相比, 纳含量低30%左右, 能够通过减低纳含量来减低高血压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, 适合中老年人以及高血压患者长期使用。 虽然低内盐, 耐元素减少了,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低内盐, 心脏有疾病的人群以及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都不适宜食用低内盐。 吃盐, 重要的是控制用量,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, 老年人可以吃低内盐为主, 孕妇和儿童, 以心盐为主, 并可以不定期吃些钙盐, 吸盐, 普通成年人并无讲究。 对于病人来说, 甲状腺疾病患者可选择低点或者五点盐, 肾脏功能正常的高血压患者, 心血管疾病患者应选择低内盐, 尿毒症, 心血管疾病患者, 肝硬化腹水尽量减少盐的摄入。 每人每天的吃盐量不能超过六克, 这里的六克不单止食盐, 还包括味精、鸡精和各种酱类等。 平时烹调食物时, 可以用葱姜蒜、石醋、香菇、香菜等来替代部分调料, 能最大程度减少食盐用量。 等菜类或汤类快要出锅的时候再加入盐, 不仅仅能保证味道, 而且也能减少食盐的用量。 平时购买加工食物时应仔细看一看营养成分表, 拒绝购买含耐量较高的食品。 另外,减少在外吃饭次数, 远离腌制性食物, 少吃加盐的主食, 如拉面和其他快餐等。 三,清淡饮食要讲究, 别吃错, 高盐饮食对身体健康有影响, 那清淡饮食是否意味着就是低油不沾, 糖盐不放? 科学的清淡饮食是指在营养充足并均衡的前提下, 控制油盐糖的摄入量, 并不是指吃素或不吃油盐。 要知道, 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, 而动物蛋白食物含有人体必须的氨基酸, 且容易被吸收, 这是植物蛋白远不及的。 如果长期吃素, 容易导致身体虚弱无力, 面色苍白, 精神不集中, 记忆力减退, 严重时, 还可能会造成结食, 骨质疏松, 痴呆等症状。 真正的清淡饮食应该是低食盐, 低油脂, 低辛辣, 低胆固醇, 低精质糖, 荤素搭配得宜, 保证食物的多样化。 一起科学减盐, 远离高盐, 才能健康, 享受。 好了,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, 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,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, 感谢您的观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ragerav晓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